上课中想了早期没有电子钟 要利用人力要中提醒师生上下课 新竹县文化局县史馆最近就展出了百年学校风华 其中不少的文物照片都让曾经的校友充满回忆 主题展里面设有一些打卡的景点 所以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是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教育局也发布了我们百年学校的一个专书 让大家了解我们新竹县的教育的概况 百年学校都篇在我们的台山县 也就是我们客家大道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培养出非常多的杰出的人才 目前新竹县有87所小学 其中34所创立在日治时期 有24所具有百年的历史 最早成立的新浦国小到目前已经有125年的时间 特展的主要的一个特色 就是透过文物的一个呈现 所以可以透过你眼睛看 可以看到整个百年学校的一个呈现的一个历史跟文物 再来我们可以透过耳朵听 就是我们会把以前学校 不管是他的钟声或者是校歌 都把它呈现出来 再来就是可以透过我们实际上 可以用手作的方式去体验当时在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把以前小朋友所习惯用的一些教具 或者是一些游戏都把它呈现出来 主办单位在现实馆内打造上课的教室 旧文物跟老照片 还有上课的桌椅 都是让大朋友们相当有回忆的东西 光是在新浦就有三间的百年学校 其他乡镇也有一到两所 不难发现百年学校大多坐落在浪漫台三线的周边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